好,接下來這個動作呢 我們是要把剛剛啊 所做的圖案啊 變成兩個檔案 第一個呢,我們就是要把它變成圖鑑 那檔案的名稱呢 要在你的班級座號的後面加個01 好,那相對的呢 LOGO應該是02 好啦,我們就一樣是點猜啊 叫做線上繪圖 然後呢,從電腦上打開圖片 選擇叫做你的那個原始稿 好,接下來呢 我們一開啟它就是個裁切工具 所以呢,利用裁切呢,先來這個 好,這是1號的檔案 然後左鍵點兩下,在圖案中間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1號檔案 所以呢,我要文件 保存 這個座號的後面加個01 並且把質量啊,調到最高 你看,現在只有28K對不對 當我們選擇是100的時候 它的檔案大小就變得比較大 好,那一樣是存在啊 三隻小小鼠的你的資料夾 那同樣動作呢 要再來一次 好,接下來的屯呢 是02 所以我一樣 是做這個動作 然後你萬一啊,需要微調的話 這個黑色,這個藍色的小方塊啊 就可以拉拖曳 好,然後我們再存 這個檔案名稱呢 是班級座號02 然後我們就是把質量變到最大 確定 好,組存 好,這就是我們的第二階段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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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